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别涨2.12% 1.45%和1.07% 欧洲方面 英国涨1.56% 德国涨1.25% 法国涨1.87% 亚洲方面 日本涨1.21% 香港恒生涨4.02% 中国上海涨1.44% 全世界都是涨的 那么债券市场 以美国来说 10年的债券 目前在3.69% 3.69%呢 比前代时间是稍微略微上升一点 但是上升的幅度不是很大 三个月的利息 5.35% 六个月 5.44% 一年 5.23% 然后两年是4.50% 五年 3.84% 十年 3.69% 和六个月的利息是5.23%到5.44% 两者之间足足有1.5%到1.8%的这个gap gap的情况非常的严重 一般来说 这是代表短期 美国的经济可能不会很好 同时当债务上限通过了以后 可能美国政府需要发行更多的债券 估计会在5千亿到1.1兆之间 那么对债券市场也是会有影响的 西德州油71.74% 布兰特油76.13% Nature gas2.17% 黄金1,969块 小麦619块 美元指数回到104.04 美元兑人民币7.08 美元兑日元139097 美元兑欧元0.93 代表恐慌和贵地指数和摊粉的指数在65 65代表三分之二人对市场乐观 三分之二人对市场悲观 乐观的人越多 市场越危险 不过目前三分之二没有到80% 可能还有一点小小的空间 不过 投资人在目前面对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应该要明白投资市场的一些基本原则 其实投资并不是这么复杂 只是你要掌握原则 而且要坚守原则 投资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简单来说就几句话 第一个要低买高卖 市场特别悲观 价格特别便宜的时候是进场的机会 第二个要品质管制 不要买乱七八糟的东西 一定要买品质好的东西 第三个要长期持有 不要借margin 不要做短线 最后就要学习分散风险和管理风险 我是萧云翔 我的电话 73-988-3888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下一张提簿 Rojo тут差不多 比试听 并不激 别吹哟 呀 嗯 o